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界MD平台的经典动作设计游戏 魂斗罗铁血兵团异形路线 今天是一期投稿 投稿的小伙伴是小一爱莫莫 我当年自己玩的时候是很少走异形这条路线的 设计到两个分支的选择 武器捡不到了呀 开场就被敌人碰到一次 血血兵团有血量的概念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 一个小boss 如果使用狼人的话可能一发蓄力炮就能打倒 男主雷这个角色我是不太喜欢用的 并不是因为我摇杆走坏 主要是他的武器我不太喜欢 他的默认武器如果升级的话就变成了火神激光炮 激光这个武器我是不太喜欢用的 很多小伙伴当年玩混沌罗也是不太喜欢用激光 因为有些时候他粘在你的枪口出不去 但我不喜欢用激光的原因是他的攻击范围太窄了 节奏快的设计游戏你的武器如果覆盖范围大的话还是有优势 这里切换了C弹 C弹就是散弹 但是本座散弹的威力实在是不太够看 B子弹是破坏弹 他的威力是不错的 但是射程实在是有点近 打不了满屏 B弹就是跟踪 当年玩这款游戏发现了狼人的地弹 有一个蓄力bug之后 那几乎就不使用其他角色了 另外就是机器人的武器威力也很高 而且体积小还能二端跳 敏捷性上也占优势 所以男主这个角色真的是用的太少 如果想打异形路线的话 刚才的第一个分支 需要选择追击桥 实际上我感觉这个分支还是不错的 因为即使你回原研究所的话 也是晚了呀 因为本身博士就是一个内应 出了内鬼你知不知道啊 这里打一个小boss 高速蜘蛛 他刚才做出贴近隧道中央的动作的时候 就是要挂了 算是一个巨型沙 这里看起来是追上了桥 但是桥上了一个战舰 这个战舰也是一个小boss 名字就叫做小型战舰 这个小战舰的设计思路我实在是没搞懂 他攻击的时候会把弱点露出来 比如说他这个器官 既是弱点 也是负责输出的部分 仿生物学了呀 这里打的是高机动追尾机器人 毕竟是在公路上跑啊 当年刚见到这个boss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呀 对于一款16A的游戏来说 这种卷轴真的是非常少见 刚刚追上了桥 并且桥自爆了 桥这个角色在其他路线里面可能会出现多次 但这个地方直接就把他给推倒了呀 在有的路线里面 桥甚至还会帮助主人公 把主人公从监牢里放出去 因为他觉得主人公很强 想要一决胜负 这个角色设计的真的有点意思 小boss战 我小的时候如果见到这个打法 就会直呼高手 因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姿势 竟然切换了武器 大家懂这种感觉吧 因为那个时候玩这款游戏真的 一个武器用到底啊 很少会想起来在不同的地方切换不同的武器 尤其是刚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 刚刚这个地方我是习惯一口气冲过来 你冲过来的话反而不容易受伤 Boss战 散弹就比较适合这种体积大的敌人 放了一个炸弹 我感觉不至于 这个boss难度不高 大家注意 现在切换了一下设计的模式 锁定了设计的位置 有些作品里边还可以锁定设计的角度 锁定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有的作品甚至给你提供了多种锁定类型 设计游戏里我最不适应的设计方式是双摇杆 左边的摇杆负责移动 右边的摇杆负责设计方向 我感觉真的很难操作 Boss又变成坦克了 用跟踪弹打坦克简直了呀 你切换到Boss视角 Boss肯定会说 他肯定是开了呀 打起来不是一般的轻松 飞机也打完了 飞机的尾翼还是要注意一下 至于他扔下来的炸弹 没什么危险 接下来要打丛林的这关 丛林这里的流程是比较长的 开场这里敌人超级多 所以用的是散弹 小的时候如果打到这里的话 就感觉很远了 如果现在一看游戏时间 9分钟 我怎么感觉当年没15分钟打不到这里 切换了激光 激光的跟踪方式 我感觉和当年的M弹差不多 只不过贴图变了而已 我这个地方喜欢站在正中间 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 打法有点像初代的第三关帽子 这只恐龙的鼻子能够发出攻击 我不知道当年小伙伴们有没有吃过亏啊 反正我是被喷过 没想到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居然是一个喷子 水水冰团之所以玩起来比较爽快 就是因为他的小boss很多 战斗显得很激烈 另外就是每个boss真的很有设计感 他不是在敷衍玩家 把之前的boss换一个颜色 然后就拿上来了 boss要合体 我来组成头部 感觉是一个机器人在向你接近 boss飞起来的话就是快被打爆了 这个地方我感觉也是一个巨星沙 前方本关的boss干 boss站这里还有细节 如果之前走的不是追击桥的路线 那么这个地方是有驾驶员的 驾驶员就是桥 但是现在这个分支已经把桥干掉了 所以这台三合一就是全自动的方式 如果是桥驾驶的话 你把这个boss干掉 能够看出桥是有一个拖出动画的 爆炸的时候穿着一个飞行器跑了 这个boss讨厌就讨厌在 他有很多时候是无敌的 你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 跑到屏幕上方去了 也是一个很安全的方案 比较不明智的做法是在这里攻击boss 他就会被推来推去 剧烈的碰撞 再加上线路的变化 就变得很难躲 不去碰他反而是更好的方式 这里boss的移动方式看起来有点恶心 像虫子一样 小的说在这里被boss阴过 他滚下来的时候还会弹起来 我是没想到这款游戏能够加入物理引擎的 激光会反弹很多次 这个路线不是很好判断 躲在屏幕外实在是太过分了 boss会想啊 我就说他开了吧 我都打不到他呀 boss还剩下一个形态 最后一个形态我感觉反而是最难处理的 他会先蓄力 然后发射激光 进行360度的扫射 扫射的时候如果你攻击到他 他就像在弹簧上一样 各种乱动 Boss的移动方式就不太科学了 按中心来看的话肯定会摔在那 这里要用威力比较大的武器 防止夜长梦多 Boss采用了一个逆时针的射击 感觉Boss利劲了 马上再次输出 果然啊 爆炸的时候没有看到桥的身影 这里要进行第二次路线选择 投降还是不投降 不投降的话就是进入异形的路线 一行的路线我感觉从剧情上来说不是很完美 因为最后巴哈姆特跑掉了 这场Boss战打很多的合成兽 也就最后一个还算肉一点 Boss多了的话 难免质量就不行 打这种小型的Boss还是要多用滑铲 毕竟连老虎都能放倒 我记得有一只Boss是失败作品 合出来之后没有攻击能力 而且特别脆 打两枪就没了 就是这只 他甚至还给了一些补给 这也预示着 博士的机器会出问题 算是一个小彩蛋吧 而且也是剧情的铺垫 小的时候打那个小Boss 基本上他出来之后就把他打爆了 没机会拿他给他补给 最可惜的就是炸弹 机器已经爆走了 把博士也吸收了 Boss进行了最后的变身 变身之后这个弱点 位置实在是有一点令人联想 这里我感觉就是穿魔了呀 趴着的时候把枪口伸到Boss的腿里面去了 然后能够打到Boss的热点 这里就是进入了异形路线 本关叫做异形空间 Boss的数量也是很多 Boss的数量也是很多 疫情进行到这儿 巴哈姆特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整个事件就失控了 刚才打的是一个小Boss 叫做盖波林 看起来就是很多的异形融合在了一起 敌方的杂兵也都被感染了 现在还有三发炸弹 可以利用一下这三发炸弹 打一波爆发性的输出 让你能够跳过Boss的某些阶段 或者是直接把他秒掉 这个地方的敌人看起来有点 魂诺罗初代的意思 很熟悉的感觉 包括地形也是一样 这里打的Boss其实就是阴兽 不过现在他是一个纯的虫子的状态 而且刚才打的Boss大家可能也没看出来 外形像一只脚 他实际上就是天王鬼龙神 魂斗罗初代的小Boss 在本作里他的移动太快了 基本上都是残影 有一点看不清啊 阴兽还挺扛打的呀 和魂诺罗二代比这个家伙简直是开了挂呀 玩二代的时候用一个F代或者S代 他基本上就张不了嘴 嘴着脸一顿输出就没了 几秒钟 紫豆罗的八位级时代 Boss都很脆 无论一代还是二代 用S代集中输出一会就没了 很多Boss的攻击方式还没看到 就已经被打爆了 进入16位的时代 这种情况缓解了很多 爬上来之后又要面对Boss战 异形的弹看起来已经被敷化了 这个地方真的让我想起异形皇后 实际上这个Boss就是异形之母 直接用了一个炸弹 Boss就进入二阶段了 打爆之后经典来了呀 这个Boss看起来是一个心脏的形状 没错呀 他就是天王臭魔心 形态变化比较大 用S弹看起来输出效率还可以 Boss可以把所有的攻击都吃掉 用S弹打这个Boss真的让人想起当年玩FC版本的分头 那个时候冲上去 枪口45度 按住连发键 一秒钟Boss就没了 这里打完之后发生了一段剧情 巴哈姆特逃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局不太完美吧 那好吧 让一款世家MD平台的混沌罗 铁血冰团异形路线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小叶爱莫莫的投稿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